参见宗主 参见宗主 送父宗主回天狱 落叶归根 那里毕竟是他的家 宗主 那丁尹还找不着了 召集众人 会迎风苦 是 来 丁尹 丁尹你坚持住 我马上就到了 我没事 丁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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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来了 丁尹 行脉微弱 争气反噬 是 这小子活不了多久 失魂石这种东西 本来就是非凡之物 他是控制不了的 不会 他还有救 血影刀能够救他 血影刀 你回阴风谷 就是为了来拿血影刀 乌龟 你告诉过我 只有你才能够召唤血影刀 我求求你 帮我救救他 你干什么 救他 然后再让他把你抢走 对吗 我告诉你 你跟他在一起的这段时间 有过过一天暗训日子吗 跟他在一起 要不就是重判清理 要不就是遍体鳞伤地回来 我告诉你我是不会救他的 因为我不想看到我心爱的女人 一天天地受伤 对呀 我只要杀了他 你才可以解脱 值得吗 啊 没有什么值不值得 我就是爱他 他痛苦 我会比他更痛苦 他死了 我也不活了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的玉儿从来不会跟任何人下跪 谁来 我玉无心 一生从未求过任何人 无愧 现在我求求你 救救丁一 你要我做什么我都答应你 好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救他 不过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好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你再答应我 我有你嫁给我 从今天开始 你跟敌影不能相见 也一刀两断 为什么 我不会爱你的 只有屈克没有心的女人你也要吗 我 没事 我又 反正时间久了 你早晚会发现我对你的好 玉儿 你给他这些项目 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如果你心里真的忘不了他 那你再在心里留个位置给他 我不会介意 玉儿 我求你给我一个机会 你会让我照顾你 让你忘记伤痛 只要你跟他都会好好的活下去 你可以好好地考虑一下 但是他的时间不多了 救他 我答应你 不要让他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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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儿 你当真想好了吗 一旦做了决定 就再也没有回头的路了 一切后果 我自己承担 你还没有回头 我可以为他死 我以为他死 我会让他死 熊 你会让他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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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睡了这么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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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我爹一定能放下心中的仇恨 你爹跟蜀山已经纠缠了二十多年的恩怨 你真的相信可以全他回心转意吗 我相信 第一 你当初的我和我爹是你又坚持和爱让我再努力一次 我相信只要我爹心中有爱说不定就会有奇迹发生 让我让我再努力一次 让我再努力一次好吗 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一起 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可能一先前辈说得对 这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就是爱 你要答应我 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要好好保护你自己 我答应你 等我解决完一切之后 我就会来找你会合 事不宜去 我这就送你离开 玉儿 我在蜀山等你 如果你遇到什么危险 立即让信哥来找我 我一定会来救你 我不在的时候 你好好照顾你自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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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是我们最好的归宿 玉儿 时会也不早了 我已经打顶好了一切 我们该上路了 我们放走了丁盈 还偷走了血影道 宗主知道之后 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玉儿 不如我们趁现在 远走高飞 找个地方逍遥快活 你难道还想留下来 你忘记宗主 是怎么对待酒毒的 我还欠我爹一个交代 这次的责任 我会帮你担着 你走吧 从今以后 你和阴风谷再无干戏 想走去哪儿啊 玉儿快走 爹 先是我女儿 再是我属相 你们一个个都想要离开 我真搞不懂了 堂堂猎语神宗阴风谷 居然连个人都留不住 血影刀呢 只属下看护不中 让丁颖把血影刀给偷走了 跟玉儿没关系 要罚就罚我一个人吧 罚你 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爹 我求求你放了乌鬼吧 是女儿逼她这么做的 女儿为了救丁颖的命 才瞒着乌鬼 将血影刀偷了出来 玉儿 这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祖主道歉 闭嘴 你们两个真是情同夫妻 相互扶持 不 不 难怪乌鬼会为了你加入我神宗 原来她的心里 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宗主 只有你欲无信 我再问你一次 血影刀现在在哪里 已经被帝影带回蜀山了 电锥也没有用了 爹 我求求你 你就犯乌鬼一条命吧 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 那你就杀了女儿 彼此相逼这招已经用过了 别威胁我 爹 你杀了那么多人 就不发报应在娘身上吗 爹 娘说过 他行依天下 就是为了能弥补爹所犯下的罪孽 如果真的有因果报应的话 他宁可报应在他自己的身上 爹 你手上的血已经够多了 女儿 女儿求求你 求求你看在娘的份上 就体谅一下她的苦心吧 爹 求求你 放过蜀鬼吗 爹 我可以不杀她 但是我要让她知道 背叛我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把她带走 是 起来吧 这次你放丁颖走 说起来我还要感谢你 你帮了我一个大忙 爹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你以为让丁颖带着血影刀回蜀山 就是真正保护了她吗 玉儿 你太天真了 人心叵测 谈念丛生 哪怕像蜀山这样的名门正派 也不例外 只怕 他们看到丁颖带着血影刀回去 就像鸡虎逢羊 苍蝇见血 丁颖身处这样的内讧争夺 勾心斗角的暴风当中 你会觉得她会安然无恙吗 你放了她 恰恰是害了她 我和你娘当年被赶出蜀山 他们现在怎么也想不到 区区一把血影刀 就能够让他们腥风血影 四分五力 怎么会只有你们几个 丁颖和小张呢 别问那么多了 快去凌云峰通报 我们要见掌门 是 师叔 师叔 师父呢 弟子想将这次寻剑发生的事情 亲自向他禀告 掌门师兄一直在闭关 为了加固中原和天狱之间的封印 现在是关键的时候 不宜打扰 这里的一切事情都交给我来带领 师叔 大师兄已经把三把神剑悉数带回 没有辜负爹的嘱托 你们做得很好 不愧是蜀山的弟子 丁颖和张献炳呢 他们怎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 这 小张死了 丁大哥 也生死不明 这是怎么回事 发生这种事情 怎么没有人跟我通报 师叔 情况实在是太紧急 所以 没来得及通报 都是弟子的错 弟子无能 导致小张受伤不至身亡 在寻得紫颖剑的途中 弟子一时大意 被幽敏剑剑名附身 以致神志不清 失手将丁颖打下山崖 那丁颖 他已经死了 当时情况紧急 绿袍又咄咄逼人 弟子怕三把神剑有失 只能带紫颖和青云折返 丁颖 至今还没有消息 一切皆因弟子疏忽所致 请师叔 严惩弟子 师叔 大师兄是无辜的 丁颖的死不能怪他 请师叔明鉴 说不定 丁大哥还没死 师叔 丁大哥福大命大 多少难关都熬过来了 他一定还活着 救师叔 派人去莽苍山救救他 你们三个 都给我起来吧 师叔不答应去救人 我就不起来 现在是紧急关头 容不得你们任性 放心吧 丁颖体内还有吃荤食 我们鼠山 绝对不会对他弃之不顾的 我这就安排弟子 去莽苍山救他 直到把他找回来为止 我也跟着一起去 你们长途跋涉回来 身上还有伤 这件事 就给其他弟子好了 子莹 清云 你们先回七霞峰休息 小如真人 很想念你们 你们赶紧回去 跟他报个平安吧 可是 大师兄他 放心吧 你们能将三把 大神剑都寻回来 实乃蜀山 与天下苍生之性 你们一个个 关心同门 比关心自己还多 果然是患难见真情 这趟任务 又让你们长进了不少 此行贤祖重重 但率对的丹臣子 是功大于过 我又如何责罚于你呢 弟子自知罪孽深重 师叔却如此困弱 弟子于心难 我知道你身为蜀山的大弟子 你只是客气自律 但对自己也不要太过苛刻 我看你身为蜀山的大人 应该身为蜀山的大人 你就留下来 带我亲自帮你 带我亲自帮你 运气疗伤 是 弟子谨遵师叔吩咐 你的伤已经无碍了 多休息几天就会痊愈 多谢师叔 请问师叔 我何时才能见到掌门 弟子有很多事情 想亲自向掌门禀告 等封印之眼巩固了之后 掌门就会出关 到时候你自然就看到他了 是 对了 你们这些天也累坏了 赶紧休息吧 师叔 还请师叔一定要找到丁印 他一日不回 弟子一日愧疚难 放心吧 师叔答应你 一定想尽任何办法 把丁印找回来 多谢师叔 嗯 师父 多派些弟子去马藏山 不惜任何代价 要把丁印给找出来 是 生要见人 死 你要给我找到赤魂石 师父放心 弟子明白 你看 你 登臣 flown 逊 走 摇取 Tour bersih ez 東 拉 你来了 师兄闭关多时 不知封印之眼 何时能够加固完毕 当年师父 以自身的功力 配合南鸣离火箭 设下封印 将图报和天域妖魔驱离 现在 虽然南鸣离火箭已经寻回 但要修复封印 亦非一朝一夕之功 师兄为天下鞠躬紧粹 我敬佩 你我之间又何须说这些 师弟 外面的情况如何 师兄放心 山中一切安好 不知封儿和丁印他们 可有消息 前几日封儿来信 他说已经和丁印会合 正前往莽藏山 去寻找紫影剑的路上 那就好 但愿他们能够早日平安归来 阴风谷那边有新的情况吗 江湖揭传 绿袍被图霸所伤 在阴风谷里足不出户 我派弟子去打听过 最近这阵子 阴风谷里一点动静都没有 十分太平 这阵子 我希望 紧我经过这件事情以后 能够回心转意 我劝他良多 真是希望 他能够听得入耳啊 但愿如此吧 只不过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血影神功乃是师父 明令禁止修炼 此事 以后不得再提 是 是我一时轻急 王师兄见谅 放心吧 我虽在这儿修复封印 但也是 提升修为的大好时机 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就可以悟出 乾坤万剑 到时候 图霸他们 便不足为据 只不过这段时间 还要劳烦师弟你 帮我打理 蜀山的事物了 请师兄放心修炼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好 师叔 我吩咐你做的事情 都办好了吗 师叔请放心 弟子谨遵师叔吩咐 不会让任何人接近掌门 平常让你 照顾掌门的起居 他有没有起义心 掌门每日罪行修炼 并没有怀疑过 做得很好 那一切照旧 外面的消息 绝对不能传到里面去 是 师兄 等到你和绿袍 斗得两败俱伤的时候 整个蜀山 可就轮到我当家做主了 好 我 清云 师叔已经派人去蟒苍山救援了 目前我们也只能等候消息 不过 三把神剑已经回归蜀山 潜心练剑 确保蜀山不再受魔宗的侵犯 才是我们现在该做的头等大事 师父 您说是不是 子营说得也有道理 现在掌门为了修复封印 正在闭关 蜀山正是用人之计 你们两个好好休整几日 待身体恢复之时 即刻开始修炼紫青剑法 是 师父 是 与 pública 很久等这一层 可这么多了 从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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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啊 worsh降了 人的责族 法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小枫 站起来 我问你 最近为什么练剑老是犯错 心不在焉的 张七师兄 魔宗是不是要打上蜀山了 你听谁说的 大家都是这么传言的 是啊 张七师兄 大师兄刚刚回山的时候 受那么重的伤 是不是魔宗他们干的 丁颖至今都没有消息 他是不是死在魔宗手里了 我也听说 赤魂石已经落在魔宗手里了 对啊 他们说绿袍的实力大增 马上就要攻打蜀山 胡说八道 天门风乃蜀山门户 你们更当心智千帝 怎能听起谣言 可为什么掌门至今不肯露面 告诉我们真相 张七师兄 我们并不是怕死 只是不想不明不白送死 谁也没说让你们去送死 参见大师兄 参见大师兄 我知道诸位师弟的担忧 可我们是蜀山弟子 这个身份赋予我们 不仅是荣誉 更是一份责任 代表我们斩妖除魔的狭义之心 这才是蜀山精神 这种精神 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无论如何 都不能动摇 现在师父 正在闭关修补封印 也正是 为了断绝魔宗的支援 为了天下苍生的安危着想 如今三马神剑已经回蜀山 更是如虎添翼 这位师弟现在所要做的 就是安息修炼 待师父出关以后 必定带我们诸邪除恶 还蜀山和天下一个太平 强者要强于心 不被恐惧动摇 不被假象迷惑 蜀山需要我们每个人 都成为蜀山的剑锋 我们定当全心修炼 静待掌门出关 心念所归 无拒无退 心念所归 无序无退 大师兄 我虽然眼睛瞎了一指 但心里很清楚 刚刚那些话里 到底有几分真几分假 大师兄应该心里最明白 你一直在避时就须 但是我总觉得 你其实一点底气都没有 没想到连你也满不过去啊 现在情况到底如何 电影他真的死了吗 我也不知道 自从他在蜀苍山坠崖以后 就生死不明 公孙师叔说已经派人去搜寻了 至今也没有结果 大师兄 那他会不会被魔宗的人抓走了 大师兄 大师兄 他本来比赢了 显owania 预告 大师兄 大师兄 那你ひidée 得 Italy 以巨大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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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